王冠有一個王冠一分鐘 這裡有一段他問 假務救護員有什麼後果 他提到有些人穿著會心 上面寫著救護員 出現在非法集會裡面 當然有時候他們真的會對一些受傷人士 做一些簡單的救護 到底這些是否合法 他提到如果你是因為這樣做的事 而阻差辦公的話 你又違反了條例 所以不要以為警察不可以抓這些 寫著救護衣救護員的人 你穿著衣服 你不是你的面子寫金牌 一樣 所以這位王冠其實是王羽榮的法官 那一段說了 他是一個退休的裁判處的法官 所以相信他說話 對了吧 穿著救護員的衣服 不是免死金牌 同樣 穿著記者的衣服 也不是免死金牌 一樣是可以阻差辦公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誤會 警察濫捕 這些不是濫捕 如果你阻礙了警察辦事 警察可以拘捕你 就是告你阻差辦公